科教馆推出末日学校特展 邀请六名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分享作品 探索气候变迁、传染病、物种消失等议题 顾广义以作品《虎边计划》探索中医药文化与生态保育的冲突 他提到,传统中医有以行补行信念 药材会运用到濒临绝种动物如虎边 他想象透过生物技术 以章鱼、牡蛎等被认为有壮阳功效食材 作为替代材质,3D列印出新的超级边 如此一来,既可保存传统中医对渔行的强调 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寻求关键的平衡 有建筑大叔之称的何亭峰 在展览中推出大建作品《末日公寓》模型 带领民众思考居住正义与气候变迁 当环境改变时,究竟是要将既有建筑权术拆除重建 还是透过重点式修缮,保留建筑特色 这个作品叫《虎边计划》 所以这个展品可以看到 玻璃罩里面都是一些奇怪造型的雕塑 你可以看到隐约有一些动物器官 那些是我在想象 有一些中医药会使用动物的药材 他们实际上是有病临绝种的生态问题 在这个作品中就是想象 如果我可以用生物科技合成不同的动物 然后去取代猎捕那些野生动物的话 那些合成出来的药材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玻璃罩内的雕塑 就是在想象那些合成出来的动物器官 那当然前面的培养米有一些真正的中药材 那就是我跟中医师合作 想象这些合成的动物器官 未来可以怎么样跟不同的药材合在一起 然后作为不同的症状的药方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药方 就是想象的这一个合成动物 它是拼了这些不同的动物器官 然后它可以跟这些药材合成一个药方 然后可以针对一些症状 所以它也混合一些真的中医理论 但是至于这个把动物器官合在一起 是这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想象 比如说这一只就是 有看到章鱼的造型 然后牡蛎跟虎边 然后把它用想象 如果合成起来混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它跟一些其他的牡蛎壳的药材混在一起 它就变成一个新的药方 我们未来应该是不能再杀老虎 大家当药材 所以我就想说那什么样 合成如果我3D练义一个 用老虎的细胞练义了一个虎边 那一定大家不想要 所以我在想说我要创造一个更强的 所以如果章鱼啊或牡蛎 就是牡蛎就 就在民间有一些壮扬的一些象征 所以把一个很多有壮扬象征的基因 不同动物的基因合在一起 然后在3D练义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超级边 然后就取代虎边或牛边之类的 就台北的以后变成废墟之后的一个想象的一种状态 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所以这个方案其实他其实没我有尽量给他一点点故事性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不同的方向发想的他有一点点从都市的 例如说如果市民大道被放废之后 他会变成什么东西啊 然后或是说我们现在 在台北的房子全部都有地下室 可能挖到四楼 地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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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没有在机械的维持之下 然后主要是他就会变成一个大水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然后那个都市的状况是什么这样子 就是其实 例如这个是从形状就是都市或建筑的形状出发 然后另外一种的出发点是可能会 还会从一些材料上啊在地的材料 或是他一些原本的材料怎么被重新被使用 然后我会放在这个的 比较像是一个想象的一点的一个project里面这样子对 然后这个中间整个模型是一个 东区的某种那种四五层楼的公寓 然后它被放飞之后被一些当地的居民 他们建立了一种所谓的物注射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们建构一个一个房子在里面 然后但是他又又伪装成一种在都市里面的一个 废墟感的一个状态之下而造成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 他是我估议要一点点没有定义清楚 所以可以大家去再做一些想象的部分 有人可以猜到它是什么吗 这边其实是人类的那个染色体的pattern 然后这个都是从美国的NCBI就是 真实的科学资料库基因编码资料库上面去抓下来 然后把它变成就是拉长以后把那个每一段的那个pattern拉长 然后把它结合这个就是投影装置 让它变成像是织布机上面的布纹 那其实它就是我们人类二三组染色体 然后进入到场景里面以后 其实你如果低头看 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是骑在一个支缩上面 就是支缩在织布机上的支缩 它就是在我这里面变成一个像是你可以骑上去的太空缩 然后右手边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织布机上面放着支轴 然后它就是你的那个火箭喷射发射器 你可以拿取这个支轴然后你就可以发射 你就可以飞到这个基因宇宙里面 开始去搜集你要的支布的图纹 那这些支布的图纹像是生命之花一样 绽放在这个基因宇宙里面 那你看到这些图纹也同样都是从真实的科学资讯转化来的 或者是自己转化过去的阶段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图纹 reasonable 但是这些图纹还有资讯一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